圖文的整合 那譬如說我們剛剛這邊是一般段路文 對不對 那這個是可以拖一條大小 這條順序 那這對齊剛剛看過了 那這超連結 那這裡呢 剛剛試過這幾個 內前圖片 當我把它點起來的時候 來 點在這裡 這個段落 點在哪裡就是哪個段落 這裡字太少了 我們現在點這裡 點在這個地方 先點什麼 內前圖片 它就開了 譬如說我現在把我的什麼 這個放進來 這個 那這圖有點大喔 這圖有點大 你看到嗎 1024x625這個 好 選取來吧 選取 點了它 這個寬度可以在自己設 預設給你150 老師我覺得它太小了 400 你可以把這圖來做了 做一些整合 這邊可以來做這個 那點到圖片的時候 這邊 來 你可以 右邊這邊文字的地方 區塊 來 我們把圖片並進來 這個地方 修改在這裡 內前圖片這裡 要不要再加一個 這是要不要再加一個 圖片放進來 在這裡 那 這邊可以來調大小的尺寸 這邊可以來調大小的尺寸 可以來做這個 做修改 那右邊我們這邊再瞄一下看看 來 區塊的地方文章 排版樣式 排版樣式 這個是字型 大小 色彩 這針對文字 那文字設定 手字放大 這早上有做過 為什麼沒有放大 手字 剛位置被誰站走了 這是狗狗 我們把它刪掉 放右邊 我點右邊 再加一遍 內籤圖片 手字放大出來了 這叫 這個 加了個圖片 手字功能跑 它會跑到右邊來了 這個要去改一下 不過它沒有辦法直接拖曳 先把它刪除吧 剛剛手字放大功能是這個 這個 這功能跟那個還有點衝突 我們暗黏的把往下拉 暗黏的下來 讓它不同段 如果你要不同區段 這時候這邊加圖片才可以 這時候再來加 再把它加進來吧 內籤圖片 要放的是大象 不是小狗 這邊可以來做調整 那這邊還有別的 矛點是上下跳躍 我們後面再來說 你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把圖片加進來 那順便把這個 順便提完 我們如果說像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左邊沒有對齊 因為有標點符號 那你可以考慮什麼 分散對齊的時候 你們看兩邊對齊了 再看一下 預設功能這地方沒有啟用的時候 長這樣喔 那如果希望那文章看起來漂亮一點 可以怎麼 分散對齊 可以讓兩側對齊 這邊圖給放進來 你可以再試一下 我們再試一下 然後 網 הס